我今年26岁了 今年上半年生活在上海 说实话真的有一点失控 打乱了我原来的计划 我原来计划成为一个极简主义者 minimalist 我强迫自己搬了一次家 做断舍离 我给我的新家搞得像一个展一样 你一推门进去 就一个吊灯 一个吸尘器 没了 我在我家说话都会有回声 我跟外婆打视频电话 她说你还好吗 我说还行 还行 还行 然后疫情就爆发了 我家空无一物啊 一唇不展 我在跟外婆打视频 想要寻求一些安慰 她开始嘲讽我 她把柜子打开 她说瞧瞧这些都是什么 好误 我小时候外婆带大了 这个人你们或多或少 有听说过对吧 全中国最会亮入为初的女人 我也是她省钱的重心 我感觉她的钱就在我身上省出来的 她的教育理念跟当时提倡的也不太一样 再苦先苦孩子 再穷先穷教育 小时候从来不给我订牛奶 从来都不 其他孩子做完课间操 可以领到一袋带装的牛奶 补充一下能量 补充一下营养 只有我从小学一年开始 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保温杯 里面是外婆精心为我调配的白开水 其他的孩子身体越喝越好 越长越高 只有我嗓子越喝越亮 作为也是越来越靠前 我们那个时候放学的时间 下午四点钟 很多家长都没有下班 学生推出了一个托管达一课 你可以多交一百块钱 多待两个小时 有什么疑问 你不懂的 你问老师 外婆怎么可能给我交这个钱 三点半都在我们教室门口了 时间一到 走 我没有工作 她也没有疑惑 走 所以现在开始 报复性消费 报复性生活 我一解封就跟女朋友出去玩一趟 我觉得情侣之间 有机会一定要出去旅游 你们会发现 你们身上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 我出去玩 真的 我怎么说呢 我想事比较简单 我喜欢订酒店 我觉得酒店的下线就在那了 我的女朋友 她喜欢订民宿 而且她对一种房型 非常的感兴趣 loft 好像很多女生都是这样 对不对 而且她只对里面的一个部分感兴趣 这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 这个楼梯 如果在她家的门外 是她最讨厌的东西 她一步都不想走 她坐地铁 看见楼梯 她会吓一跳 但是如果她家有楼梯 她可以在上面拍一千 而且你们觉不觉得 loft这个发音也太具有迷惑性了 loft 你听起来就特别小资 对不对 太具有迷惑性了 如果你跟她说 我给你租了一个那种南北不通透 睡觉在楼上 洗澡在楼下 周围都是办公室 产权只有四十年的商住两用房 她会觉得 你是不是心里没我 但如果你跟她说 我给你租了一个loft 她会觉得 你是要跟我求婚吗 洗衣的海角 三灯啊 三灯啊 我们是去海边玩 她租了一个海景落 她说我想看日出 我说我不想看 她说好 我们明天一起看 女生就是这样 她把她的计划告诉你的时候 你已经是行动的一部分了 她查询了日出的时间 五点二十一分 她订了五点十九的闹钟 相当激进 这个人 就给太阳两分钟的准备时间 我还是太阳 我会紧张的 你知道吧 五点十九 朋友们 我一天当中最弱的时候 你可以一拳打死我 再没好的东西 我都欣赏不了 她非常兴奋 非常开心 弹起来 冲到露台上 开始摆post 其实女生看日出的诉求 非常的简单 对吧 拍几张好看的照片 刚才说实话 我们那天没有看见日出 因为她订的那个海景loft 有两个露台 一个朝南 一个朝北 她说你怎么不提醒我 我说你订的海景房 你看不见海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我们明明没有看见太阳 但我们都觉得我们的背后 越来越热 谢谢 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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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逗 咱们三个一块拍点的 就是说 她说房产商 如果跟你说的是实话 然后什么南北不通透 两层楼 什么看不见窗户 但是他们起的名字叫loft 就是那个很巧妙 就是那块 我就特别怕那个房子 所以听着很有感触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吸引的女生的 大玻璃 对 落地窗 对吧 但是逗逗今年 我怎么觉得这回来演的 没有之前 没有那么糟 对 说实话 今年会比往年要紧张一些 有一个原因 我可以说吗 你说 我很喜欢周迅老师 你就问我干啥 对 然后其实我们是老乡 渠州吗 对 我们都是浙江渠州人 对 我是渠州龙友人 对 你说我坐在这儿多尴尬 对啊 有没有喜欢我的 有 有 有 那一边 那一边 你就太瘦了 不想看 好美啊 爱你爱你 女神女神女神 爱你 对不对 爱你 那姐 那姐 那是老乡 因为我妈妈是龙友人 对 所以我每次跟别人说 我说我是渠州人 有些朋友不知道 我就会说 周迅也是渠州人 有些人说 周迅不是绍兴人吗 那是鲁迅 不是 你现在开始放松了 对 你现在放松了 感觉像去年的豆豆吧 来 让我们恭喜豆豆 获得四分 成功积极 送上天花板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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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一个老年上去的 这 可以的 渠州是第一个登上天花板的老选手 我是很佩服豆豆的 我觉得他今年牺牲了一些之前 他那种肢体上很有张力的说话方式和表演模式 这一样换我我估计我就垮了 但是他是能够扛住的 这我觉得他特别了不起的一点 我觉得豆豆今天的状态比原来稍微紧了一些 原来他会更加在舞台上张力更大 然后幅度也更大 所以希望他接下来机场能够把原来的自己找回来 哇 谢谢谢谢你们 六个了 啊六个